多重慶的全身器官病變 不要以為只有這些疾病 其實會發現女性 如果一直長期坐著 發現像乳癌 卵巢癌 跟多發性骨髓瘤 這一類的癌症 都是跟久坐有很大的關係 昌明哥你知道嗎 有一句俗話說 坐著不是病 但是久坐要人命 久坐會要人命 對 你說說看 為什麼 真的 因為根據統計 全球每一年 有大約兩百萬人 是因為久坐而不幸死亡的 坐在那裡 死亡跟我說 趕快再聽了是不是 太嚴重了這個 現在更生小孩沒有這樣 全場界裡我也不怕死 你們長痔瘡了 沒有來不及 我等一下 我慢慢加罰 他誇罰了 而且還有專家也不怕 因為他們有解藥 他們都在坐著 這個傷害厲害的是不是 太嚴重了 而且你們知道嗎 所以預測到2020年 全球將會有70%疾病 可能是因為久坐而引起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 先請陳醫師 久坐的定義 我們不能這樣坐個一個小時 看個連續續 看個節目 這叫久坐嗎 原則上是 在一天超過六個小時 累積 累積 其實也超過 六個小時 很容易 很容易耶 九點多進公司一坐下去 開始開會 弄電腦 弄大便 而且你又提早走 老闆又說你不會 就是 對不對 這個久坐不動 小心越坐會越短命 不要以為我們在恐嚇你 對 的確 我們真的在恐嚇你 但是我們要有憑有據 對 第一個 上班久坐的壞習慣 你有沒有符合的 好 大家仔細看看 包括第一 好忙喔 進公司就坐著 至少可能三個小時 你才會站起來走動一下 另外還有第二可能不吃早餐 甚至你可能只喝咖啡而已 針對這兩點 我覺得好像很多人是如此 的確 很常見 對 尤其是剛剛站起來 腳在馬騎不上去 那裡 阿姊啊 你是怎麼樣 阿姨應該是典範了 不是 因為我每天都很忙 所以我就覺得 我能坐著就儘量坐著 讓自己休息 休息 因為像我一大早 五點多起來坐完早餐 然後 那我好像開始送小孩 七點多送小孩出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坐著開車 你知道一坐著開車有時候上班 其實坐一個鐘頭塞車 是很容易的上班 然後一到公司進去電腦一開 開始就看報表 然後開始開會 坐著 然後一直坐就坐到12點多一點 然後才起來 你可能有吃中飯的話 就去吃中飯 沒吃中飯 就是進去就繼續再開直播會議 就再開 開個四 五個鐘頭 都是坐著啊 那妳早餐內有喝咖啡嗎 我一定喝咖啡 我一天最 我現在已經進步了 我現在有改進了 被老公罵 我現在一天只喝兩杯咖啡 兩杯還真的 對 只喝 我以前都喝四 五杯 四 五杯 而且我喝黑咖啡 我真的喝黑咖啡 咖啡太超亮了 我就早上起來 一定要先喝一杯咖啡 讓自己醒來 然後就下午三 四點的時候 我就會再喝一杯黑咖啡 提神啊 可是我一定吃早餐 因為我自己都有做早餐 所以早餐這件事 我不會虧待自己 我是真的不吃早餐 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我喜歡享受那個午餐 就是早餐跟中餐一起 妳幾點起床 早午餐 就是不固定 大部分 中午 可是 基本上我第一餐 我就不會吃 但是習慣 可是我一定會喝咖啡 我喝咖啡的量很多 我一天有時候大概四杯 然後因為我之前在工作的時候 我是當那種 辦公室的行政人員 那個真的就是一直做 你也沒辦法站 因為你又要接電話 然後又要打電腦 又要處理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你常常如果腳痠不舒服 你就會自己變換姿勢 就是就只能潰咖 就你所有姿勢都只能在椅子上完成 你又只能坐 檯面下 對 久了之後 好像你就會變成 有時候裡面明明就坐著 可是腳都會麻 會 對 然後還有會傷到脊椎 腰會痠 然後脊椎都晚一點 那還是不願意站對不對 不會 我們就會這樣子 就開始 你沒講 你就這樣子吧 總是有辦法的 就不要站起來 就不要站 你的公司就是被通風給弄倒 你可以不要在我們面前打開嗎 真的 我們是餵得不錯 風水就跟你搞招了 我們公司都有那種風水魚 髒東西 對啊 風水魚 一直在買也不是辦法 魚都生病 對啊 小柔 你應該好多了吧 我風風水魚 你不會擅長打開這件事嗎 我不會 很好 我不用通風 好 那有沒有站起來活動一下呢 會啦 但是因為剛才講早餐這個 因為我以前創業的時候 我大概創業大概快七年的時間 本來一開始都會吃早餐 因為我覺得吃早餐很健康 對 但是後來到早上一起床 要聽到看報表這件事情 其實就會緊張 壓力大 然後就會有點交感 神經就會開始一直在懸吊 對 因為很焦慮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辦法吃早餐 是喔 那個時候就是一到公司 因為一看報表不好 見紅字的時候一進去 大家也都是坐在那邊 都沒講話 大家也不會有人說 要吃午餐什麼的 就是開始坐著就開始檢討 一直檢討就到下午的時候 那這會議開一定又很久 很久 沒有人敢爬起來 甚至就是講到激動的時候 大家還會真的很不好意思 真的很不好意思 才會舉手說 我可以去上個廁所嗎 壓力好大 這算是職業傷害 職業傷害 但是還好你結束這種生活了 對 但是如果你有符合 這兩點行為模式的話 那是怎麼傷健康的 好 我們來看看 會造成骨質疏鬆 想得到嗎 骨質疏鬆 做久了還會這樣喔 然後喝咖啡 這肯定只有一位是這樣 最明顯只有錢 幹嘛又楚喔 你剛才坐 你爬不起來 因為樓梯都沒辦法爬嗎 可是我說實在話 我大概三年前 我都還沒這種感覺 三年前我老公一直在罵說 你不要這樣喝咖啡 你不可以這樣一直喝咖啡 我都還不理他 後來我真的 這幾年我為什麼咖啡就剩兩杯 你知道嗎 我真的發現怪怪的了 你的身高跟它逐漸的跌跌 也沒有 我身高跟它一起 也太傷了吧 太傷了 太傷了 我是怎樣的 因為我發現 我現在只要一跌膠 跌倒喔 我跌倒有時候手臂扶或這樣 我那個關節 以前三四天頂多就好 大不了一個禮拜 我現在兩三個月都不會好 兩三個月太久了吧 而且它就會隱隱地作痛 骨竹之中真的會 我們比較不擔心 因為通常會真的覺得 比較長輩一點才會有 像電視廣告那個都是人類拍的 那種骨竹之中 比較骨太強 那就牛奶啊 沒有 現在 我們年輕人都吃得不見了 沒有 我跟你講 妳覺得這樣太陽比較好過嗎 對啊 我吃得多健康啊 我 你只是說說我以前 我也跟田一樣 就想說那一定是年長 我生完小孩 是不是 我沒有講過 生完小孩 你不要以為你年輕沒生小孩 你突然會覺得說 我聽到骨頭要閃掉了 真的 然後你就是可能爬起來 或是你可能在做運動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骨頭去 卡拉卡拉 會有卡拉是吧 會 真的會 我們這種隨便動都會卡拉 而且小嫂妳才幾歲的 我現在34 甜甜女孩才34 其實我們先講 那個古執書中 其實高危險群來說 剛剛大家一直提到年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性別 的確 因為年紀來說 我們剛剛講35歲 大概我們的骨本 是尖峰骨本 其實每個人都會遇到 35歲以後 我們其實骨質密度 會開始慢慢的流失 35歲才開始 所以她是目前 小柔34已經在卡拉卡拉的 準備了 所以原則上來說 大概每年會 1%的速度 那如果女性在更年期之後 因為沒有磁激素的保護 所以她加降速度更快 是會2%到3 所以其實有人統計過 女人一生當中 大概骨質會流失 45%到50% 很可怕 一般的骨質會流失掉 那男生是有30% 那主要是因為 因為女生的骨架也比較 骨質密度本來就比男生少 所以性別上的差別 另外一個我覺得骨質疏鬆就是 有些人 所以大家也不要完全 羨慕骨架少的人 其實這些人是 骨質疏鬆的高危險區 對 或是有家骨友 對 我都知道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有本錢 對 老師本身自己骨架就很小 對啊 好瘦 對 所以其實一些骨架大的人 其實你們也比較是 不容易得到骨質疏鬆 那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就是很重要就是